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包含在我们的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都会受到这一波水气的影响 就连南部的云量也会增加 那么影响时间大概就是从礼拜二的下半天 一直持续到大概礼拜四左右 所以这段期间提醒大家 出门要记得吸带雨距 尤其是在银峰面的北部跟东北部 雨势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些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卫星云图的话 可以看到礼拜一的云图 到礼拜二的时候我们台湾上空 其实云量不算是很多 就在我们东半部云量稍微偏多 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二 其实是风向转变 原本的偏东北风 慢慢转成有点偏东风 所以银峰面在东半部地区 所以东半部这个云量也会比较多 西半部是被风测 所以天气就比较晴朗稳定一些 那么这种天气 稳定天气可以持续到 大概是礼拜二上半天 礼拜二下半天 大家可以看到又一波偏北风的增强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水气是比较明显的增加的 包含是有一波 类似像封面这样子的天气系统 会南下影响到我们台湾 而且影响范围也比较大 那么这波影响时间到礼拜四 刚跟大家提过了 接下来礼拜五 礼拜六到礼拜天 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到下个礼拜可能还会一波 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那么预计目前看起来 礼拜二晚上的这一波 也会造成温度稍微往下降 会变得比较凉 但是它不算是特别强的冷空气 所以我们从温度趋势土 我们可以看到北部的话 其实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低温变化不算是很大 大概就是15到17度 但是高温的变化就比较大 因为高温其实就是 雨量比较偏多的时候 温度就会比较低 比较会感觉湿凉一些 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就会感觉比较舒适 温度也可以上升的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可以看到 在礼拜一跟礼拜二的时候 相对来说 白天还算是比较舒适 接下来礼拜三礼拜四 相对的雨量都是比较偏多了 一整天都是比较湿凉的天气 到礼拜五礼拜六 整个温度又比较明显的 回升上来了 那么南部的话 其实受影响的程度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低温大概都是在18到19度 中午高温的话 大概也是 大概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相对来说 温度会稍微比较偏低 因为雨量是比较偏多 但是大致来说 整个变化的情况 比较没有像北部那么明显 但是也是要特别注意 日夜温柴仍然比较大 所以早食晚归 还是要注意天家衣物 不要早点感冒了 那么接下来 未来四天 比较容易下雨的地区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礼拜二的话 大概是从下半天开始 东北风增强之后 北部跟东北部整个云量会增加 降雨也会稍微的增加 那么真正主要影响的是在 礼拜三跟礼拜四这两天 包含中部以北跟东半部 都是主要的受影响范围 那么主要可以看到颜色比较深 就代表说雨势可能会比较明显的 在我们的北部跟东北部 基隆北海岸 桃园 新北 还有宜兰附近都要特别注意 到礼拜五的时候 东半部还是有一些局部 灵性的短暂战争 但是西半部就比较明显的 天气回稳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基本上今天晚上 是在逐渐的回稳的过程当中 所以天气还算是不错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低温 低温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只有15到18 19度左右而已 另外就是我们的高雄屏东 还是要注意空气品质 是有机会到达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 橘色提醒的等级 那么明天白天各地 大致上都是相当稳定的天气 只有东半部云量比较偏多 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战争 另外稍微注意就是 早上跟晚上还是比较偏凉一些 要记得添加衣物 另外还有空气品质 仍然是高雄屏东 是有机会到达橘色提醒的等级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